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胜的绝世天才 一剑能从青山斩北远的 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 只能以自身为剑 将镇压在剑与千年的斜剑融入几身当作剑融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剑骨不仅没有自准自由 反而时时刻刻在摧毁我的身体 这一刻 剑长 剑意轻轻放手 微风卷动竹叶在空中舞动 竹叶飘荡顺山而下掉落在山脚小溪里 随着水流飘荡 如同一叶偏周 这一剑他散几多年 如今斩出 心底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竹叶倒是有些像傻小子怀里那片 这哪是什么绝世利剑 定是那小子又扯谎骗我 刀斩肉身 心斩灵魂 我那一剑斩的是他心念 出剑无痕 心念所达便是剑锋 剑锋所致崔心 灭欲 断情 随着这一支点下 秦霄双眼突然睁开 双眸却是没有神采 充斥着艳势的感觉 如同躺平等死的得到高僧 叶白丝有所悟 再次陷入沉思 建议转身副手 黄黄往山下而去 我出去走走 你若有所得便用他实践 千万别弄死 弄死了我师父不好交代 师弟你去哪里 师父让你就在剑锋带着养伤 我去山下溪水里洗把脸 马上就回来 修骨不断破碎的身体 需要大量的零食购买零药 零食根本不够用啊 看来只能去任务店 接宗门任务刷零食了 长老 我领个任务 万道从弟子失恋任务 分为一级到五级 分别的已修行了五大经济 领取任务需要对应修为 你一个凡人瞎锁啥热了 就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 好像还真有一个 你自己看 守望山疑似由北人摩修作乱 续派人前往调查 之前有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 第一次见到啊 算你运气好 什么狗屁运气好 我敢肯定 这个任务百分百是冲着我来的 看来是有些人知道自己不是废材 忍不住了 殿下 任务被接触了 很好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当时有很久没见到我这表弟了 山间 剑已走走停停 没有修为无法预见 自然快步起来 剑锋距离望天城不远 可那是预见的情况 若是不行怎么也得走个十天半远 他走到哪里了 回禀殿下 走到百黄峰的玫瑰银了 半个月了 足足半个月 这混蛋还没有走出万道山 按这速度 从剑锋走到兽华山 怕是我安排的那个魔修 自豪刀 他妈老死 百花峰上 见一台手将漂亮的玫瑰花朵摘下 扔在一旁 双眼痴迷地盯着树藤上道刺 他只觉得这道刺太美了 那优美的弧度简直让人痴迷 这一看不仅就是数日才继续动身 而此时剑锋上告状的人一波 接着一波 目前是你管不管你徒弟 他路过我封玫瑰铃 把花朵全祸祸了 只留下一排排光柱子 吴老虎 你要出来 陪我接月封的万年银可松 兴悟了 我封江鲜鱼 今天必须要有个交来 什么混账吧鱼肉全瓜了 欺赏鱼刺了 各位长老 我师父昨日闭关了 还请各位长老多多担待 怎么担待 是火害顾尽骗草不留 我师父做事 自有他的考量 各位再次胡想瞒缠 是觉得叶某的剑步锋利吧 叶白 是礼师万道山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咱有礼 咱还怕你不成 道理 我夜白的劲就是道理 传奇师父 你让开心 一会儿学进你身上 剑一并不知道因为自己 剑锋已经乱作一团 因为他此时 已经到达了魔修作乱地 守望山 要说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掌门陆青山 实在受不了这家伙 在宗门继续活活 于是亲自遇剑相送 把这温神送到了守望山 老丈 开门呀 我是山上来的仙人 什么山上来的仙人 明明是走路来的 刚我还看到你扶着门口 老还受喘气来 这山里果然有妖孽